大家好,我是小麦 今天我们来煮一碗四川水煮肉片 麻辣鲜香烫滑 非常的开胃下饭 所需要的食材非常简单 一块猪里脊肉大约200克 还有几匹白菜 也可以用豆芽之类的菜 把肉切成薄片 猪里脊肉并不是最佳部位的肉状 做水煮肉片 我推荐用猪臀部的肉 因为猪里脊肉有一点柴 我们尽量把肉片切得薄一点 待会儿在处理肉的时候 我们还要多增加一步 来让肉达到滑嫩的程度 切好的肉可以锅一下水 许去血水 然后来放调味料 加入料酒一茶匙 生抽1.5茶匙 花椒油一茶匙 等调料都拌匀了 加入鸡蛋清一个 加入鸡蛋清就是我先前说的 多增加了一步 来让肉变得滑嫩 等鸡蛋清也抓匀了 加入红薯淀粉半汤匙 红薯淀粉可以让肉煮过以后很滑 如果没有红薯淀粉 可以用玉米淀粉 如果有一点干 加入适量的水 让肉片的表面裹上薄薄的一层姜 然后再加入一茶匙 炒菜的油 这样在煮肉片的时候 肉片容易划散 把肉拌匀以后腌制10分钟 在这期间我们来做刀口辣椒 需要干辣椒大约10粒花椒一小把 根据自己能吃麻辣的程度而定 锅中倒入约一汤匙的油 下干辣椒和花椒 用中小火 把辣椒和花椒炒变色 炒香的干辣椒和花椒 倒在菜板上 用菜刀慢慢的炸碎 备用 刚才炸过花椒辣椒的油 我们用来炒白菜 把白菜倒入锅中 大火翻炒几下 放入一点盐 白菜炒到八成熟就可以起锅了 炒好的白菜是水煮肉片的打底菜 锅中倒油两汤匙 油热下姜片和蒜片爆香 然后下皮鲜豆瓣酱约一汤匙炒香 然后倒入清水两杯 来熬至煮水煮肉片的汤 等汤开起来 熬上两分钟就可以下肉片 把火关到中小火来下肉片 水不能开得太厉害 也不能不开 这样的话会让肉片脱僵 下好的肉片让它煮一下 让肉片表面挂的淀粉的姜 煮定型 然后用锅船 慢慢的推 让肉片划开 等到肉片都划散了 肉片也就熟了 起锅前加入调味料 鸡精1 3分之1茶匙 胡椒粉约1 3分之1茶匙 香油约1 2分之1茶匙 不用加盐 因为皮鲜豆瓣酱比较咸 在视频的最后 有完整的配方 把肉粘汤汁倒进盘里 把先前做好的刀口辣椒撒上去 然后再来点葱花 锅中倒油约70毫升 油热 把滚烫的热油泼在辣椒上 准备提发起香味 我们的四川水煮肉片就做好了 谢谢你来访小买美食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